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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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來 各位網友大家好 歡迎來到信長的遊望 我是老郭 來齁 來拍一下就位的 Palo 現在其實Palo已經 很成熟了啦 就是打這個 民工的部分 你看我共鬥才到433 我英傑已經到791 來我們現在看791 791到800 800樓 目前的主流其實一樣 九死去打 打這個後面加30秒或60秒這樣子 那我們建議說你就是把你的 繩子或雙繩啦 當然因為我用軍學嘛 所以我會少掉一個繩子 你把你的這些 這些 七七怪怪技能都關掉 讓他 就是 去疊字 這樣子 然後 信選這一隻呢 我們就是把它設定在 28秒左右 28秒 28秒 然後再來我們會再開一隻 再開一隻 增田 如果你沒有增田你就用竹子啊 用竹子 老竹子啊 不是自降竹子 好 竹子 數字 自降 聖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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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來看一下我的組合 就這樣子 帕羅的基本組合 那我這隻愛姬是攻擊手 那如果說你有其他的角色 更好的角色 比如說你要換支將 或者是換什麼的 就是這個位置 我這隻是一個打手 那當然不用他當打手也是有原因的 我可以用暗牽帶也是可以 用斯康啊什麼R4也是可以 可是因為我為什麼用IG是有原因的 那再來就是說如果你發現你推不動了 那當然就是 因為我們是用加成嘛 所以變成說你的加成的數值 就是繼續提高就對了 比如說提高信玄勝賴 或者是這個打手的數值 我相信還是會有幫助 那當然你說你用更好的音節 當然可以啊 可是因為我是沒有在課金的啦 所以我們用可以抽到的 官方給的音節為主 那當然這個增田你要注意 為什麼要用增田呢 如果我們今天在冥犬 我們可以不用增田 來這裡 增田 增田開34秒 開34秒 那我們會掛指揮 那如果是速鎮的話呢 我們會掛下課上 我們掛下課上 下課上 下課上 不開速鎮 不開速鎮 直接就也不暢了 讓它一直在做 疊字的動作就對了 來先打一場 給大家看 那至於我們PC有沒有血 這不是重疊 你的氣是滿的就可以了 氣是滿的 不然它會發動速鎮去補氣 再來這一隻 開90 能月開90 至於你的其他技能 不要放看你自己 要不要試破其實也不用 這個要從買之先打 你也可以設定 設定它先打誰 有時候可以設定 我就是要先打誰 比如說先打神 可以再設一個條件 比如說對象 神指先打 類似這樣子的動作 或者前面再掛一個 再掛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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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廢奧戰 那你要記得開90 好 來 791 791 那因為我是軍學 所以我就是 只做一個動作 即向追風 那即向追風怎麼射 你可以在線上再問人家 那是有派的技能 因為看到我的 真田跟信玄都沒有動 其實這個就是怎麼樣呢 就是說 如果我們打的是冥犬 那你可以用90的方式打 但是你不一定要等到 90的倒數 到之後再鬥 不一定 可以開場就鬥了 然後直接用火力去壓這樣子 但是 冥公這邊是不一樣的 冥公這邊的話 因為 你90秒之後 90時間遇到 任何一隻碰到你 都是死 或者是任一個大法 都是死 所以我們必須要 確保什麼 確保在 90秒之後 90秒之後的 時間 延長時間內 是沒有任何一隻角色會動的 也就是說 所以我們要定定 所謂的騎頭式的 抖怪 而且要確保時間 那你說我為什麼不用五田就好 因為五田在冥犬 是不穩定的 信玄在冥犬 是抖不穩定的 不會全抖 不會確保全抖 你看 有很多沒有抖 所以我們要在他的後面 接上真田 必抖 你看全部抖 然後當然你當中會有60秒的 會有30秒的 那我們60秒就賺到了 你們看到 樹震不斷的在疊 不斷的在疊 那我們用神殺光束 神殺光束主要是針對 你的 怪物裡面如果有神職的話 它會加成 來 791 那當然我沒有每一層 每一樓都拍了啦 因為以前我在低階的時候 一直沒有用90 那這裡就用各種方法去打 想辦法打 想辦法蹭 那到了 用各種方法都打不動的時候 我才開始用90 就是 畢竟我們也要經過那一段 那一段時間 如果一開場就用90了 其實很多技能我們都不了解 我會建議 新手也是可以摸摸看啦 玩玩看啦 其實90不難 你用加成的能力就可以做到 其實早期就有人在用90打了 可是 一開始 一開始怪物的血不多的時候 我們也可以靠火力 或者是靠防禦力去扛 但是大概到了200樓以上的時候 就比較不容易了啦 就是200樓以上 其實就會有困難了 我大概是三四百的時候 三百多吧 三百多的時候 開始用90打 就是因為上不去了 真的上不去了 因為一摸就死啦 怪物一摸你就死 所以他當時會有設計 這個能月的90也是有這個關係啦 因為在我們轉90中間的一個階段 其實有一段時間用的是 極樂打法啦 就是說 其實你的注意觀察 他會固定打死你某一隻 開場 或者是 這個其實叫仇恨一隻啦 譬如說他會習慣性的去打你的 這個最變態的那個輸出者 或者是神職或者是能月 所以我們變成說我們會去做一個 像這個最怕這個啦 最怕這一招 最怕這一招 他抖到真田 那可能這一場我們就輸了 真田不能被抖到 真田絕對不能被抖到 真田被抖到基本上可能就輸了 等一下看一下就知道了 那怎麼辦呢 那就是重打 呵呵呵呵呵 這點怕就對了啦 你的兩個抖怪手基本上都不能被摸到就對了 不能被抖到啦 不是不能被摸到啦 開場被摸到 寧可他打你沒關係 剛才就輸了 等一下我們重打 你就重打就對了 你到高樓難免啦 那要記得沒有氣對不對 我們要出去灌一下氣齁 你說有沒有別的方法去避免 其實也沒有啦 就是一切都是遊戲的機率 他技能的機率的問題 會打抖你的 會什麼 一大堆奇怪的技能 什麼阿婆的眼神 眼光都會抖你齁 那沒關係齁 我們就照這樣打就對了 來 凝攻齁 共鬥有空我再來開了啦 不然 也是很麻煩 打這個非常的 耗時間啦齁 我只能刷耗時間 好這樣子 那官用的技能 你可以把它存起來齁 那如果說是像這個 音節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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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擴設定 它可以登錄齁 比如說把它登錄到1 比如說把它登錄到1 可以把它登錄起來 在叫的時候比較快齁 那如果說你本身是攻擊手呢 你本身是攻擊手怎麼辦 本身是攻擊手你就需要兩個神 兩個神 所以變成說我這裡面的這個IG 可能要改成另外一個神 另外一個神 比如說三豪 或是其他的另外一個古神 或者是亞月都可以齁 那通常像這個 這個狀態齁 現在這個狀態 我會讓自神去疊兩次 因為我急向追風在追 當然它也會可能消掉你的燈齁 所以我會建議你下指令 比較接近它出指令的時間的時候 比較後手的時候再消 那像針田的話它直接出手一次嘛 那我後面就讓它去接一個指揮這樣子 那樹陣來了 很接近 沒有抖 那我就讓它去接一個 欸等一下 看燈被消掉了 那我就不動齁 讓它繼續做指 去貼指齁 好 一個指了 那我們再下一個 下飯上齁 你一下對方是100等 我們是85等 下飯上的效果會出來 好 信玄炸大了 這次沒有被抖了 有沒有看到我們沒有被抖了 它黃泉門衛兵可能就是用 攻擊的啦 或者是用法術 不要用那個 它那個大招齁 來 拳斗 拳斗 這樣就過了齁 下飯上 下飯上 好然後 指揮 這都有 強化攻擊力的效果啦 那當然你要疊滿齁 疊滿再加上去就更 效果就更明顯 好 神殺光束 好 來 下一樓齁 3 793 開箱子之後要記得到下一樓齁 不要又跳出去了齁 那下一樓齁 你要離開再離開這樣子齁 確保你有完成這個樓層的動作齁 來 吐雷齁 說過嘛齁 冥攻最難的就是 吐雷齁 那現在冥犬看起來最難的就是死啦齁 8就是比到跟這個一樣原則齁 8 8 就是跟 明 公一樣 跟明公一樣 明犬的8 就是跟明公一樣 齁 只是 斗的人不需要增田齁 就是用 補田去做定時間的斗 做定時間 齊頭斗 8要齊頭斗 對 那 10 1到7 8 1到7 90 都可以用 直接 從 開頭就懂 直接活力壓到底 這是可以的 當然 都是開90 都是開90 但是10就不是齁 10就不是了 10你可以開90啦 可是 不見得用90打法了啦 其實你可以用90的組合也可以 你用其他的方式組合也可以 10就比較特別啦 因為90打法就是要防 王把你某一隻角色批死 在前面那段時間 這樣子 可是能力就等於 佔了你一個角色的位置啊 所以也有人可以用其他的方式去打 啊 當然90就是可以 確保你前90秒 前90秒 不會死人 你看 欸 這種狀況是什麼意思 你知道嗎 就是說我們出手的站格 拖到時間 所以變成說他的出手 累計的時間已經超過30秒了 所以他也被撞死 那像這種狀態怎麼辦呢 你就把時間縮短 就把時間縮短 來我們來做一個調整 這個越往高樓 這個時間 這個時間差會越出現 不然就是你不要出手 你不要讓一些角色去出手 可是其實還是要啦 因為你的輸出要夠 來沒關係 出現這種狀況就是什麼 就是說你每個角色出手 累計的格數 造成他整體時間超過 他反應的 你設定的那個時間的秒數了 就是說其實已經超過30秒了 那怎麼辦呢 那就把你的出手時間 再縮短 其實有 有這個現象 就是你越往高樓 越往高層爬 你會發現那個出手時間要調 那像這樣的話呢 剛剛是做一個 所謂的 設定 呼叫 1 叫出來 像這樣就很方便 所以我剛剛講的這個 這個 行動設定 這邊寫34秒 對不對 那我們要縮 往內縮33秒 往內縮 不對 好 往內縮1秒 好 那33秒的話 我的5停是幾秒 看一下 這邊是28秒應該還可以 來 再試一次 一隻 如果有一隻 跑到你前面 把你打死了 那就表示 整體的 站格的時間超過 在跑這個 這叫回合制嘛 所以他 每一個怪獸的出手 每一個 角色的出手 跟排列 都會佔時間 都會佔時間 可是他的時間只要超過30秒 超過30秒 就會影響到你 會不會被打死 所以你要在他 打死你之前 把技能放掉 所以你只要發現被打死了 然後你的主斗還沒有出手 那就表示什麼 但是 中間的站格 超過30秒 那你要讓他出手 得時間提早 那你要記得這兩個的關係 要先 信玄出手 再來才 正天出手 那如果說你把這個 往內縮 往時間 把時間秒縮短了 然後 變成交換 變成 信玄先跑到前面 那怎麼辦 很簡單 信玄這個秒數 也要同時間縮短 他縮短一秒 你也跟著縮短一秒 這樣的話 他相對的位置就會 跟我們所預料的是一樣 你看他沒有用抖的那一招 用敲的 那我們就贏了 有沒有看到 這是出手在狗前面的 這次出手在狗前面 當然 五田信玄把狗抖掉也是OK 可是 真田 一定要在狗前面 就這樣去調整 來神殺光束 打神 打多少 打9萬6 其實我再疊 我的吉向追風是可以疊 黃燈 黃麗燈 我設定是疊二次 所以 這疊四就對了 為什麼不開樹陣呢 因為樹陣跟吉向追風有衝突 樹陣的燈比較高階 會變成 我的吉向追風會無法發動成功 會被蓋掉 會被擋住 不是被蓋掉 來 最難的793過了 我們今天又拍到800 我們今天又拍到800 下次再見可能說不定就是1000 我也不知道那邊打到1000 有啦 我目前主要工作不是在推樓 是在強化信選跟生 就強化這些加成的數值 就是 你要把鬼神使給搞起來 六派 主要是鬼神使的問題 讓你的英傑老師團變強 這樣子 我喜歡用原田 因為原田它的 那個 單攻擊輸出 其實你是可以設定的 那如果說你沒有抽到原田 你用性刺 或者其他的也是可以啦 只要是能月的話 甚至 你沒有抽到 你就用加成的能月 也是可以喔 因為他只是放技能而已 那你就是少了一個攻擊手 所以最好的方式就是 你本身的玩家就是能月 開90 然後再去吹其他的東西 比如說扭布啊 或什麼 就死了 撞不死 撞不死 信玄 上 打到幾隻 三隻四隻 拳斗 生殺光束 好 11萬 主要是我有這個即向追風啦 所以我才 不需要帶雙神 單神就可以了 那可能技能的設定 有一些新回來的玩家 或者是 一些玩家不是很熟的 其實你可以看一些其他玩家的影片 或者是 我的早期的影片裡面 有的也會介紹 每個人的技能排法的原則都不大相同啦 而且你也不可能一個技能就固定用到底 那因為有些 有些是要靠特殊的排列方式 所以你要做到控秒 然後長控這樣子 就是推樓啊 或推特定的王的打法 那當然有些技能的排法 你可能是看燈號 譬如說我看 怪物的燈號 或是看我自己的燈號 狀態列 看你的狀態 像這些狀態啊 或對方的燈號啊 去做辨識 做辨識跟攻擊 那包含甚至 我要設定種族也可以 譬如說 我就是要先打死哪一隻 那 你可以用燈號去鎖 或是用 這個種族去鎖 種族去鎖 或是用血量器啊 或什麼的 沒有辦法鎖名子啊 欸對齁 他為什麼不能夠讓我們鎖名子 那如果說你有兩隻 同樣的走類 那你又要鎖匙打哪一隻 你可以用屬性值去抓 或者是 比如說攻擊力高的啊 智力高的啊 或是什麼屬性啊 突鼠火鼠雷鼠 那當然你要去用測試的 測試的方式 那有時候你是可以用 整場打下來的狀態 去看血量 看氣 或看狀態 去抓這樣子 抓你要打哪隻 鎖定啊 鎖定大砲要打哪隻 那如果你用的是群攻守 就比較沒有差啦 但如果是正攻法 就會有 要先打死誰的問題 正攻法的話 傳統正攻法 要評估說 是什麼樣的原因 讓你死亡的 之前有說過嘛 要推樓啊 打王啊 就是去評估去紀錄 你的輸出值 是 躺在 差什麼樣的條件 可以讓他們贏 比如說 只要真田再抖一次 那時候就是評估 如何保護讓真田抖 哪怕是我們死一個 或死兩個都沒有關係 因為他一抖 我們就整輪 又可以 讓我們全部優先 這樣子 包含 利用那個抖 來拉人 也是有可能的 補血啦 拉人啦 極樂啦 那如果說你用90 就是要在你可控制的時間之內 不斷的把輸出跌高 這樣子 例如說 利用前90秒跌到最高 或者是 利用90秒再加30秒 跌到最高 這樣子 打法都不大相同 那當然如果 敵方的血太厚 那就 走正攻了啦 就只能走正攻了 那是不是要用90 就直接要評估了 你看我 剛剛打死 第 第10關的 看到 我剛剛打了第10關 沒有能月喔 沒有能月 我不是用90打的 我是用厚皮的正攻法 就是 用 這個 術陣 藍燈 跟德川的 德川的強化 這樣子 去頂 頂住攻擊 796 796 我們就791到800 那如果是新手回來的話 我說過嘛 就是 你的夢幻城 你的夢幻 靈弓 你的 靈犬 都被使得去打 打箱子 每周15項 打箱子很重要 打箱子 拿礦石 累積零力 這都是出錢很重要的 然後再來那些 點數啊 礦石換的點數 你就可以 換攻擊杖啊 換道具啊 換一些物資啊 好 來 整點齁 狐雷 還沒有90 走到死光了齁 好 幸選先犯齁 幸選先 來 競選先發 來 我們速證給他一個下犯賞 好了 四萬起 神殺光束 十萬 全抖 好 下半上也來了 指揮也來了 好 欸 我抖了 七九六 來 七九七 還有齁 還有齁 還有這個 除了 道場 道場的話 道場也可以用這一招 呵呵呵呵 尤其是道場集齁 那你說三桂的幾 我覺得三桂的幾 好像也還是不行 那可能可以要更強的贏結齁 我試過啦齁 就是說道場的前幾隻齁 最後面那隻王不行啦齁 用九死去疊可以齁 用鳴公的打法可以 我們會再拍啦齁 我們還是有影片可以給大家看一下 但是 三桂不行 我試過齁 那個 不用正攻 不行 輸出 我是不夠的齁 那個除非你有 譬如說 航海雞啊 海雞雞 或者是 智降齁 智降 智降組織齁 這些特殊高手齁 不然的話 輸出只疊不夠的齁 後面那隻王打不死 他一摸你就死了 呵呵呵 這個你要打那個幾的話 其實還是要有一定的 鷹結齁 那當然你說 沒有鷹結 用正攻去打 我是有拍影片的齁 三桂是可以的齁 那差在什麼齁 我現在差在樹斬齁 樹斬好像還不行 樹斬有空的還是齁 那要怎麼打齁 其實主要是說 會把影片拍下來 就是讓一些 新手或者是 跟我們一樣 是沒有 沒有辦法去課金 數值也不是很高的齁 一些 新手非洲玩家齁 來參考一下齁 其實 像有些人 他可能都是 靠別人在爬齁 靠別人在爬齁 我是覺得 自己要 自立自強一下齁 不要老是在那邊喊說 要別人幫齁 因為 很多老手 他不見得有空幫你啊 齁 唉唷 我死人了啦 為什麼呢 發生什麼事 發生什麼事啊 是不會有抖掉 不會有抖啊 看他對方沒有抖掉齁 再來一次齁 顧攻尾不注意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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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關係啦齁 其實就是 去把 你的血 氣補滿齁 氣補滿 出去 剛剛發生什麼事啊 顧攻尾不注意 啊你要記得補一下那個齁 這個齁 忠誠度齁 要滿了 不然在逃亡齁 你為了要省這個750 然後 你輸了又重來齁 不必要啦齁 來 797 音節 總括設定 呼叫 1 剛剛發生什麼事呢 沒注意到 來 沒有去再來一次齁 看他會不會再來一次 看我們最怕的是這個雷神貴族 這個雷神貴族 我們要亂敲頭 亂敲人 亂敲人 現在是 專心看齁 不要勾開槓 來 第一個是強化群炎 他有時候勾也會把你撞暈齁 這也是有可能的 來 神殺光術 神殺光術 就被打到都會降燈齁 降燈的話你的輸出就會降低齁 沒關係你看 霧散光全散光了齁 來 吉祥追風 開黃燈 油派 雷神貴族 雷神貴族 他這個用放大法的齁 就比較OK啦齁 放大法OK 不要來跳暈人就好了齁 走幾隻 兩隻喔 好 針田 全抖 跌得不夠你就不要改速真的動作啦齁 就讓他去跌黃燈啦齁 把燈好跌高一點齁 好 吉祥再疊上去 好 來信玄 六萬二 好 變身指揮 給誰 好這個也是可以自訂的齁 聽說你的變身指揮要給誰 就是要給愛姬 像其實剛剛這個狀態的話 其實給愛姬會好一點 他會接在你的攻擊後 技能先給誰 其實你可以看一下順序 來過了齁 剛剛可能是被打斗了齁 好 來 火雷 好 這裡就是怕那個 死阿婆 跟那個獄主也是會敲暈的 你知道嗎 那這個刁難婆 要是死阿婆 我會眼光去抖你齁 神殺光束 好出來了 來 射電指揮 好 好 我們在前面齁 他說 他的技能比較慢一點 六萬 五萬 全倒 神殺光束 好 喔 吉向追風 牛派 七萬九 豪 巴 金石 五萬 五萬 六萬 五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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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來 大雷齁 799 大雷是最可怕之一齁 大雷就要趕快把他打死齁 其實很簡單啦齁 你就讓原田鎖定一直打他就對了 這一點的話 原田的優勢還是有的齁 原田失蹤的話 他主要是可以 針對神 加成 又可以單輸出這樣好幾關 有什麼事 這兩三個都不得了齁 喔 趕快要抖我們的五天 抖我們的信玄 沒過齁 沒成功 來 冰柱沒有關係齁 冰牢齁 還在90秒內啦齁 換我們的 五萬二 全抖 六萬二 就是我全抖咩 好 通常全抖的一瞬間啦齁 你看到他的血量其實剩下不到一半 那大概就是有優勢啦齁 因為後面再抖的話30秒 你要再打掉那一半就OK啦 當然前面是破到90秒啊 好 800齁 我也沒想到自己能夠佔上800 之前想大概200就很厲害了啦 感覺啦 600啦 600就覺得 因為那時候早就有人破千齁 其實很早之前就有人破千齁 那時候還是硬扛上去的齁 用雙一打硬扛上去的 現在有90啦齁 不知道是誰發現的打法 不知道是誰發現的打法 那你說如果不要用疊智力齁 用疊紅燈玩力的方式 會不會有別的方法 我覺得應該是有啦齁 還是有可能有 而且也許自身合魂之後 鋼神合魂的條件會改齁 其實是有可能的 為什麼自身可以 鋼神不行 別有用心啦齁 沒成功 沒成功 好 極向追風 再來 直揮 來了齁 五天真田齁 接的剛剛好齁 這個這個 如果這個 又那麼亂搶 亂敲亂打 很簡單齁 真田跟信玄再少一秒 就會到他前面去齁 齁齁齁齁 超好30秒的 60秒的 都貼在一起了 剛剛用疊打我了 沒關係 即向追風打起來 不行 噢, 挺了 своей bumpy 我還沒掉 剩奶 多少 414 神殺 光束 啊 哎呦 沒倒啊 夭壽 危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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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危險 噢噢噢噢 死一個 還是會有增田柳 全斗 30秒 只中3個 因為是斗的時間太近了 眼光來了 天啊 中誰 中我 OK啦 OK啦 給你 T 死一個 他不會敲吧 霧聖光可以接受 誒 霧聖光我就死了 霧聖光 這發生什麼事啊 又死了 又死了 去 沒關係 可能是什麼呢 是那個燈號把我們削掉了 那在這裡我可以跟大家講一件事 就是說 有一個東西就是 你可以用看看 來 沒關係 我們重來 給大家看一下 要確保你的輸出是穩定的 就是說你要確保你的輸出是穩定的 就是說你要確保你的輸出是穩定的 軍血是有一個方法的 軍血的特殊技能 可以替他扛下被消燈的效果 好多了 軍血有這個技能 你要不要把他裝上去 要不要用 自己去排 比如說如果是加成 就改成手動控制 讓他去出這個 來 流派 出 我們去保住信玄 好我們去保住信玄 好 像這樣他就會消黃燈 有雷系 倒黃燈有沒有看到 被打到倒黃燈 被打到氣都不見了 像這樣喔 開起來 然後這時候要怎麼辦呢 這時候就是 我們的技能啊 有個叫金科玉律的 去把他護住信玄 就是 我會金科玉律去護住 某一個人的燈好 或是狀態 被他打的時候 我們去擋 這樣子 或降燈的時候 降到我們身上 不是降在目標身上 好來 30秒齁 走吧 用金科玉律去保住信玄的燈好 又玩吧 好 歡迎訂閱再分享 開啟小鈴鐺 可以看到最新影片 有任何問題可以按下詢問 或者是在遊戲中留言 講錯了 在YT上留言 對遊戲中尋問 好 八百喔 八百喔 我的共鬥才四百多 好沒關係啦 不然我們就 自己爬的部分先爬到 爬到這個 高度 好那有任何問題呢 可以洽詢詢問 我可以拍就拍啦 阿 不懂的我也沒辦法 就 看不懂 看不懂的影片 那就 不要看 就不要看 好那今天就到這裡 我是老郭 歡迎來到現場之夜望 這個 民工八百 八百 八百 七 七九一到八百 七九一到八百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拜拜 記得訂閱喔